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礼拜三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 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一个 免费call in 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 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县荣老师在这里都会亲自 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 昨天有位这个廖小姐来电咨询 问到一档股票 3374的精彩这档股票 不过它的成本在41块 却是这个放空的 那目前股价嘎到了48块 当然已经有点被嘎到了 先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该怎么来做处理 第一个研究一下它的基本面 它最主要生产的是 半导体之中 所谓IC封测的一个服务 那最主要这个地方看到 法人很喜欢这一档股票的原因在哪里 在于它在半导体当中很特别的是 它有个富爸爸 也就是台积电的一个转投资 那但是我们如果说看财报的话 这档股票我比较不会去推荐投资朋友 因为你看到说 虽然它说要布局汽车 监控 医疗等等的一个市场 这个地方 但是去年EPS 总共还亏了2.36元 那今年第一季 还亏了这个 更亏了0.92 亏损都还有这地方 持续下去的现象 公司是说因为现在要布局汽车监控医疗 所以呢下半年可能有机会 利贫转亏为盈 但是毕竟目前还是亏损 没有见到业绩的起色 所以说如果是我 我不会去买这样的股票 那这样的股票为什么会涨呢 好来各位投资朋友 这两股票是可以说比较贼一点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它的筹码面的部分 筹码面的部分会发现到 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龙卷余额开始攀升上来 超过了3000张之后 卷值比也超过了20% 那后来在第一季到4月份 重制回补之前 就引爆了一股所谓的轄空行情 那轄空行情就是龙卷过多的时候 我常常说 大户就会看准这个机会 因为知道这些龙卷 未来会被强制回补 或是这个地方 会高档来做停损 所以呢 就先把股价给拉高上去 拉到散户放空的受不了了 或是被强制回补了 等空单补掉的时候 大户就可以趁机出货 那是不是这样的现象 你看到当它的龙卷空单在底下 在这里 大幅度的增加上来之后呢 超过了3000张 也卷值比超过20% 股价就一路的从30几块 拉拉拉拉拉到60块 等到这地方 这个龙卷之前4月份被强制回补的时候 大户就趁机出货 股价就掉下来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状况是 那最近股价掉下来之后 这个廖小姐没有空在60块 因为那时候在停资停卷 想空也空不到 等到沙下来之后 这个才去放空的 现在又被嘎到 这是放空 我说过 狠这地方吃亏的地方就在这里 除非说你很有把握 大盘趋势已经要再下滑 不然这地方你去空都很容易 因为你的筹码是被曝光的 尤其如果一堆散户都在空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被大户给锁定 给拉上去 拉上去之后呢 每年又还有一段时间要停资停卷 你想空的时候 空不了了 然后大户就趁着那个低资方出货 所以真正在跌的时候 涨户通常都是空 空头都是空不到的 等空到了又空到低档 又开始拉 拉上来最近就要小心 融卷余额最近又攀升到6146张 卷支比又超过20%了 那会不会有二度嘎空的机会呢 这个部分是要小心的 所以股价当然反弹上来 面对了前波套劳卖压 可能这两天会有点震荡压回来 但是我认为说 对廖小姐来讲 这种属于这个筹码战的股票 而且有嘎空危机的股票 最好呢还是保持观望 做多当然我不会推荐 但是去放空 要小心被嘎到的一个风险 这个部分我会建议廖小姐压下来的时候 找个机会补一补会比较适合一点 那万一又继续嘎上去 该有的停损观念 当然还是要有这一点提醒大家 好那回来继续谈大盘指数 那大盘指数最近攻到万点之后 继续在万点附近做一个震荡浮沉 目前开平走低下来 最新报价又来到9980 下跌了51点 大盘指数碰到万点又下来 会不会在这里做头啊 大盘涨势 这个是不是已经开始转空了呢 关心大盘指数的 我都提醒大家 欢迎大家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按赞加入追踪之后 陷荣老师每天收完盘 盘后都会给大家做一个 针对最新价量的结构 筹码的变化 给大家做一个台股的盘后报告 当然我还是这个 最近还可以开始为了提供大家 更及时的服务 我们的台股盘后报告 最近已经开始采用FB直播的方式 这个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到我的FB的粉丝专页 来做收看 那在盘中我都会叮咛你 其实做股票你要成为赢家 最重要的倒不是去猜指数 哎呀明天会涨还是会跌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在这里 做好一个动作 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什么叫掌握结构太弱则强呢 提醒大家 不是叫你说 看到股价什么大涨了 看到有什么股价急拉了 就去追那个看起来好像也叫太弱则强 大涨的股票叫强势股 也要去追呀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样子有时候行情好运气好 会赚点钱 长期来看却很容易赔钱 长期来看大部分都是赔钱的 为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 所谓的一个看到股价大涨才去追 急拉就去抢 这其实就是一般散户 不止散户啦 电视上很多投股老师 也是这样常犯的错误乱买股票 看到大涨才追 看到急拉就去抢 看到报纸有写了什么股票 有大力多 听到某某股票有外资 在调高平等 调高目标价也信以为真 或是最近有电视上在老师 有看到老师在爆牌 告诉你什么股票 也是某某概念股 最近很夯 这档股票就叫你去买 你都以为自己很用功 你以为你自己也是太弱则强吗 其实你是在乱买股票 在乱追高 我所说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提醒大家 第一步其实要关键 你要去看懂所谓的结构 什么叫做结构呢 也就是我把股票分成四个结构 其中第一个就叫做浅龙勿用 第二个见龙在天 第三个飞龙在天上去 第四个抗龙有毁了 那这什么意思呢 提醒大家 如果是处于浅龙勿用的 所谓的龙代表趋势 仍然潜伏在地底 未见天日 产业趋势仍然持续在衰退 股价处于弱势阶段 这种股票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大盘已经涨很多 你去买这种低低的很安全 这样的产业趋势太衰退 股价还在弱势阶段 都不要去贸然摸底 因为你会发现指数涨的时候 它涨也涨不多 顶多就补涨就反弹 大盘一休息整理 跌得比谁都坏 甚至在破底 那相对弱势的股票 也要尽早太弱则强 那抗龙有毁的股票呢 趋势已经过犹不及 你更要小心气力将近 股价处于头部了 看似人强 很多头顾老师看不懂结构 股价都已经大涨到头部了 还在带你去追 我都会提醒大家 小心啊 这时候应该是时尽末路 当时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初啊 所以我说所谓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绝对不是说最近在涨什么 当下最夯的股票叫你去追 那个其实风险很大 甚至你一不小心就套在高档 后来大盘指数就算涨上去 因为股价已经炒过了 因为大户已经出完货了 因为股价已经在转弱了 你还不知道要跑 你真的有可能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举个例子 像这两天 有位这个江小姐 特别来电咨询 特别来电感谢县荣老师 很感谢县荣老师说 因为她在几个月前 8月份的时候 曾经来电咨询 问到一档股票 3324的双红 那时候市场都在热炒 所谓的Pokemon的一个题材 对不对 当时大家都说 因为这个神奇宝贝太夯了 很多人在玩 那很多人在玩呢 结果手机会过热 所以散热模组的需求会大好 结果呢 大家都在炒这个 炒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还在那一天特别叮铃 8月12号就是见到 121块半高点那一天 我说股价已经开高 爆量开高走低下来 出现空头吞噬的形态 要小心这里已经有 转弱讯号出现了 所以江小姐为什么现在很感激 因为她说幸好 仙龙老师那时候有提醒大家要转弱了 要赶快跑 不然指数这波涨了1000点 没赚到就算了 这档双红居然从120几块跌到现在剩下70几块 如果没跑的话 现在她赔了好几十万 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部分真的股票的结构 你要先去看清楚 不是大涨了你以为它叫强势股 其实当抗龙有悔出现的形态出现的时候 你更要去小心 那不止双红啊 再来看到像是这个三个月前 有一个这个朱小姐也来问我一档股票 2915的润态权 她说她是听了消息 说银脸梁说 这个中国大润发现在想要卖了 就连中国最大的这个电子商务 阿里巴巴还有腾讯 都想有兴趣要来找银脸梁 那结果呢 她跑去买套在64块 她问我该怎么办 那说跌到58块了 对不对 我说要小心啊 消息箭报之后 K线形态已经高档爆量流星出来 这时候大户已经趁机在利多 趁着利多再就出货 结构上面也属于什么 抗龙有悔 这种股票当然是要找卖点的 要赶快换股操作 不然的话呢 不然我们来看看 那时候还有58块隔一跑 对不对 现在的润态权也已经跌到多少 指数这段期间已经在涨到1万点了 股价没有涨就算了 还跌到剩下 今天最低叫做45块7 两个月前我在诊断的时候 还有58块可以跑 现在已经又跌了多少 又跌了两成多快三成了 所以朱小姐也很感谢县隆老师 因为如果没有跑的话 指数就算涨 现在还赔好几十万 对不对 所以这就证明了两件事 县隆老师为什么要叫大家 一定要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折强的动作 因为你买错了弱势股 或是大货已经在出货 结构上面属于抗龙有回的股票 已经在转弱了 你不知道 你还在买 你还在报 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第二个更证明 弱势股是可以早一步知道 预先避开 我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等到双红跌下来了 才来跟你讲说 双红这么烂 你为什么去买 对不对 润态权跌到剩下45块了 我才跟你讲 这个大户在出货 现在讲 这都要事后诸葛 县隆老师不是这样 县隆老师都在事先 就已经提醒过大家 有没有 在当时2月21号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大家 大户在出货 论态权了 要赶快找卖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部分证明说 弱势股真的是可以早一步知道 预先避开的 只要你也学过县隆老师 教大家的操盘机技术分析 你也可以去看懂股价的结构 知道股价转强跟转弱讯号 那你说你还没学过 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你需要我的帮忙 所以我才开放这个 免费的COIN专线 0800-787-588给大家 就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 帮助得到更多的投资朋友 帮助得到你 所以在接下来提醒大家 千万在这个阶段 不要去乱买股票 不是看到大涨 看到吉拉 就以为是强势股可以去买 重点你要去看懂结构 那现在的操作提醒大家不能乱买 最重要一个原则 一定是看准目标才出手 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 那什么目标值得注意呢 今天我们就带会员朋友 再卡位一档 物联网的新黑码 这家公司最主要生产 物联网网路晶片的部分 可以提供快速开发各种 无线这个物联网 还有智慧家庭的解决方案 那现在正受惠于物联网的商机 4月营收创了新高 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股价的部分也发现 在散户大卖融资大减之后 五周军量开始翻升 超过了十周军量 股价也在季线半年线 黄金交叉之后 突破了下降压力线 开始这个地方大户进完货 准备转强 发动一个波段攻势的机会 即将开始 那这个部分各位投资 你一看又会发现 真的现隆老师买的股票 都有固定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要请你注意的 也就是现隆老师 为什么买股票 一档股票怎么去挑出来 要去注意那个方法 为什么方法很重要 我还是再三强调 很多人都说做股票投资 赚钱要靠运气吗 当然不能够说错 因为什么叫做运气 运气其实在数学上 就等于所谓的几率 现隆老师带大家买股票 也不保证每一档都赚钱 我们也会有错的时候 但是我们赚钱的机会 为什么会很高 而且一赚就是一个大波段 所谓的几率 其实你会发现 也就是来自于方法 有些人赚钱的几率高 财运就会好 有些人赚钱的几率低 财运这当然差 那关键在哪里 如果这个方法错的 你只用错误的方法 在股票里面投资 当然你会发现 你赔钱的几率很大 你怎么买怎么赔 怎么买怎么赔 当然你会觉得 自己没有财运 可是当你能够去找到 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 赚钱的几率就提高很多了 财运就变好了 赚钱就变容易了 对不对呢 所以各位投资 那现隆老师 怎么样用正确的方法赚钱 我们的方法 再三的跟大家强调过 第一步 你一定要去看懂股价的结构 潜荣物用的不要碰 抗龙又回了该获利了结了 建农在田的股票 才是你要去锁定的 所谓的建农在田 代表趋势正出入头角 准备大展身手 产业处于萌芽期 准备进入成长期 股价开始低档转强 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之后 就会有可观的获利可期 等到飞龙在田上去 趋势如日中天 气势如虹的时候 这时候你已经提前 做好布局动作 只需要牢牢警报 当然也不要得意忘形 乐观勿望省慎 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献龙老师 就是这样不厌其烦的 带着大家买什么股票 买建农在田的股票 等到飞龙在田上去的 好好抱住 等到抗龙有回的时候 获利了结 获利入带 这就是我们在赚钱的方法 对不对 那你当然现在做不到 我知道 我们知道你真的 因此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 加入献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因为你会看到献龙老师 是怎么样在锁定 锁定例如今年的持续 看好的车用电子 大数据物联网 这些商机 一档一档的黑马 像自身科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在当时 64块推荐大家 不就是看好 它的产业趋势 循积防滑系统 喷射引擎 涡轮增压系统 这些零组件 需求都在倍数增加了 观察到股价那时候 在64块低档 但是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了 所以在建农在田的阶段 66块持续在买 对不对 等到股价飞龙在天上去 就好好的包住 等到赚到135块 因为已经赚了一倍 真的已经超过一倍了 就先出一半 将原始资金收回来 剩下一半股票 等于零成本 现在还在继续赚 对不对 那不止自身科 包括像我们在 这一波的代表作 大数据新黑马 6274的台药 不也是一样 在34块的时候 发现它的铜箔基板 产品供必应求 收回于大数据的商机 营收开始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股价那时候散户在大卖 融资在大减 指标开始翻凉 大户进完货 股价准备转强 后来就从34块多 发动波段公式上来 直到之前涨到57块 我说抗融有回了 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 对不对 包括我们这一波 推荐大家 Tesla收费指标股 4739的康普 46块多就已经告诉大家 它的电动车 电池材料 现在扩产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营收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技术面也确认 散户在大卖 融资大减之后 股价要大户进完货 准备转强 所以带着会员朋友买 不是买了就喷出去 对不对 买了开始加温 拉回来再继续加码 现在已经涨到多少 涨到68块多了 当然这时候已经爆大量 已经创新高 我们的会员已经从46块多买 已经赚了四成多 就不建议大家再追 那我只是要请你注意 我们做股票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那你现在做不到没关系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新的黑马即将开始发动 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达投顾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那这两天 很多投资朋友都得来电咨询 在问献荣老师的一个极品操盘团队的入会办法 当然有投资朋友这时候看到大盘 哇昨天攻上万点 今天又翻黑下来 跌个五十几点 又怕到了 行情会不会在这里又要反转了 是不是该这里等一等再说 当然其实大盘指数的部分过高拉回 我说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震荡向上格局 本来就是看似多头的时候 会先拉回来杀杀短多 可是当杀回短多 真的低点出现的时候 我问你 你如果没有已经加入好 献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你敢买股票吗 常常真正低点出现的时候 你更不敢买吗 对不对 所以你会一次又一次错过了机会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在于你的担心 你的害怕 你的犹豫不决 所以我常常提醒 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 就是犹豫不决的自己 就是因为你对行情未来看不懂 看不透 所以犹豫不决 所以错过了很多赚钱机会 去想想一年前 5月17号就刚好一年前 对不对 当时大盘回到8000点附近 大家都在担心FED再来是不是要升息 担心520的时候 小英总统会不会说了什么 会不会惹的对岸不高兴 会不会让台北股市发生 所谓的520魔咒开始大跌 所以大家都不敢买股票 量缩到700多亿 那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这时候大家都不敢买股票 融资5月份大减了70几亿 反而是外资持续的在买钞 手中进多单 指数部位有3万多口 这时候代表什么 代表散户不敢买 520前出现窒息量的时候 行情记得一句话 量小的时候敢进场做多买股票的 未来量大就可以快乐数钞票 后来大盘不就从8000点 520前8000点附近 开始一路涨 涨到现在涨到1万点了吗 对不对 跟着我当时操作的 不就现在快乐的在数钞票吗 或者在去年11月的时候 那时候大盘一个拉回 过高之后回档 对不对 然后因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台股三天之内两度暴跌 200点 大家怕得要死 很害怕 那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台北股是利用这个利空 成功的沙盘取量出来 那融资予额当时比7203的时候 还要来得更低 这代表什么 散户怕到把股票卖光了 反而是在别人最恐惧的时候 我说要懂得贪婪 这里赶快多买点股票 才能够才接下来赚到大千 那时候指数在哪里 在9000点 很多人都认为9000点 就是台股的高点了 都在搬股票 我说的是 这时候是大买股票的好机会 跟着我买的 现在不也都大赚上来了吗 所以这就证明了 其实真正的低点 就是大家最不敢出手的时候 而你这个时候就是需要 县荣老师来帮助你 提醒大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唯有行动才是最接近胜利的捷径 Just do it 欢迎大家现在就来加入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接下来我们仍然持续的 帮助大家看准目标 看准四大明星产业当中 包括电动车 包括AD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自动驾驶的商机 看准物联网的商机 但是一个原则 业绩能够成长的 才是我们要找的 不要在大涨之后才去追 懂得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买在建融载舔时 才能够赚到大波段的利润 就像我们的制成科 怎么样帮我们的会员朋友 创造倍数以上的一个利润 现在短线部位已经获利入带 对不对 剩下一半的持股 零成本继续赚 台药34块多布局 现在已经全数出金 获利入带了 包括联德86块多买 现在已经赚起来了 汉磊11块多买进的 现在已经顺利的赚起来 这个仪鼎现在还在继续赚 还有包括康普 现在也还在继续赚 但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 类比科26块 短线部位已经获利入带 什么时候能再买 等着我们的通知 现在物联网的新黑马 已经开始锁定 这家受惠于物联网商机 营收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股价融资大减臭 大户在进货 准备转强 准备发动波段攻势 既之前的台药 既之前的康普之后 又一档从第一档 建融再填时 准备来做卡位 来做布局 准备赚他一个大波段的好股票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记得机会只留给 做好准备的人 现在欢迎大家 就赶快做好准备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澄清邀请你 来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跟着我们一起掌握 一档又一档 真正大波段 获利的好机会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rod资人的 启隆 没钱 做提早 快 Yasivi 第一次 进行 什么事 但是